黑男子提著一袋垃圾 正要往垃圾車上丟 這時清潔人員手一灰 垃圾灑得滿地都是 接著車子就迅速開走 這樣的行徑把民眾氣壞了 把畫面PO上網 要網友評評理 這清潔隊的態度 會不會太差了 我們丟出去的那一包 就只是很單純就是垃圾 那可能的 像他們有沒有剪得很乾淨 這個我們無可厚非的去 去做這個辯論 他才剛往上放 你連看都沒有看 你就把他剝下來 民眾表示清潔隊態度惡劣 已經不是一次兩次 有時還會用很兇的言語對待人 甚至規定垃圾不能丟太多 但畫面中總共也才丟了 兩包垃圾就被拒絕 車子還快速開走 讓男子實在不能接受 裡面的垃圾 沒有分類的很確實 所以清潔隊才拒收 那當然這樣子的情況 有影響到那個 小朋友的安全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後續會加強 隊員的一個教育 再看一次垃圾車停到定點 到開走才短短三秒鐘 男子拍下照片強調 垃圾都有分類好 但公共場所還限定丟幾包垃圾 甚至出手阻擋 把垃圾弄得一地都是 拒收的行徑讓網友直呼 真的太誇張了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